我們教會部副市長 還有我們各級處的首長 還有我們社大的校長主任 還有我們各社交機構的首長 各位貴賓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好 今天真的是一個非常令人高興的一個日子 我們台北市的學習型的情勢王 即將在今天來正式的啟用 同時也在這裡舉辦我們學習型城市的 所有的學習機構的一個博覽會 公升學習一向是一個進步城市 重要的一個指標 我想我們台北市一向是以一個世界的城市 來邁進 那麼我想你們在整個 終身協習的這一個部分的建制 一定要把它加以推廣 那麼今天我們最主要的就是 把結合我們很多市政府的各級處的 協習的資源 以及在我們各社區的社區大學 還有我們市立圖書館 有五十幾個分館跟夜來的據點 還有我們學習多多的 終身協習的機構 我們把所有的資源 把它整合在一起 同時把這個資訊 也把它結合在一個 呃...城市網裡面 來提供給我們市民 充分的利用 這一些的資訊 也能夠去各協習的機構 來進行中身的協習 呃...我們在各社大 也同時成立了社區的協習服務中心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社大 這種推廣的社區的協習 來成為我們城市 學習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據點 我們希望我們的社大 能夠繼續發揮這樣一個推廣的作用 希望我們的市民都能夠利用 我們社區大姐所建置的 社區協習的服務中心 還有我們各特殊館 各個社區的一個協習的網路 網路 網路 能夠建置起來以後 充分來協習 相信來 我們台北市能夠成為一個 速度可協習 時時可協習 到最後呢 是人人都協習的 一個協習景的程式 讓我們向世界的 美好的程式呢 在向前邁進一步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各級處的參與 也謝謝我們社區大姐 各社交機構的 積極的參與 這一次的活動 我們希望這個只是一個 終身協習的一個起點 那麼透過這個起點 我們能夠往上繼續來發展 同時我們要謝謝教育部 能夠來支援這一次的活動 同時呢 在教育部所推動的 東升寫習卡 第一個找的這個台北市 成為示範的一個程式 所以加了我們需要 寫習景的這個程式網 或是我們寫習景的程式 也能夠結合教育部的東升寫習卡 那麼我們繼續的來推廣 我們的寫習活動 讓我們真正的成為 一個寫習景的程式 謝謝今天大家的參與 我們祝福今天的這個 是波蘭會能夠延滿的成功 感謝大家